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北市新殿区昨晚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随机杀人案 一名王姓男子23岁因与妻子吵架后情绪失控 持刀朝路边停车的骑士背后猛刺一刀 造成骑士当场血流不止 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 相关新闻 随机杀人似王男开庭图流泪称 没吃药呛剪太夸张狠瞪一眼 据了解 行凶的王姓男子长相清秀 平时无业 近来常在直播平台上当直播主 自称小郑融合 但粉丝人数寥寥无几 昨日他的ig现实动态显示 十几个小时前在加勒福卖场买生活用品 其中还购买了一把法国名牌的20公分主厨刀 甚至还为这把刀发了一则ig现实动态 表示自己有品牌迷思 新闻一出王男的脸书遭网友灌报 纷纷批他泯灭人性 也有人惊呼掌的一表人才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警方表示 行凶后王男就开车与妻子离开现场 由巡逻警员在新店的秀朗桥头江车拦下 随即将人逮捕 有关王男的行凶动机还在了解中 而被害的林男送医前就失去呼吸心跳 到院后急救仍伤众不治 警方初步了解 王男与妻子是为了吃晚餐而吵架 情绪失控才会持刀迁怒于无辜的路人 王男也坦诚犯案 讯后将依杀人罪移送法办 详细案情带进一步调查厘清 即时新闻中心综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